哇真的太美了 我们过两天回来这个雪山玩 现在不打算去 我们现在要去一下德国小镇 太美了你看那块 我感觉每次看见这种雪山 就很有圣诞气息 我们已经到了 在这个里头 好 金姐我们进去看一去 你现在哪里有这个路上去 叮叮叮叮 哇 太可爱了 第一次看 看着圣诞节我就总能想到哈利波特 你看像不像哈利波特的凤凰 鱼儿这是那个丝带好看啊 挺可爱 这个好看我觉得可以那什么 咱可以买点 对 不要急 重要 还有一个小鸡 嗯 走吧 二王 老男朋友 对不起 老奶奶 跟我一事 我想买一个这一条 我想买这一条 好大的一个这一条 难道是什么小装饰 这个姜柄人做的跟真的一样 圣诞树 太可爱了 你看上面还画着画 这个机器呢 是我们感恩企业新买的 打折手买的 可能连价是三千大机 就和我们买上来差不多 就是加热水三千多 到两万初点头 它几乎是一个全自动的 就是你看它可以帮你自动去布粉 你就不需要再手动去拿那种压的 自己去布粉 而且布的也很平重 然后我们两包这个鸡蛋 就搞定一个咖啡 我就特别的方便了 就是吃了 然后切成一个小鸡蛋 我们去拿鸡蛋 里面就做了 有点好 再上一块鸡蛋 放入鸡蛋 饿了吗 看我们的猫 哇 吃了鸡蛋 吃了鸡蛋 对了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家新到的新成员 一个爱马仕的马桶 马桶 马的饲料桶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 当成了一个那种一进门 放一些我们的就是这种 就是消毒水啊 还有就是拆快递 徒手拆快递的那些东西 这个是不是跟我这个 饲料桶很搭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 平时吃饭的那种盘子 我看见它有这个橘色的灰色 我觉得太好看了 就把它买了 放在这边 我觉得还蛮搭的 今日穿搭 上面搭了一个 acne的一个帽子 然后呢这边搭了一个卫衣 搭了一个acne的一个外套 现在呢我们打算要先去一个农场 跟我一起走吧 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的指甲 呀怎么是对着镜 应该这样 看见了吗 是不是很好看 哇 黑色的 孕染的这种 但我打算要把它换掉 因为圣诞节了嘛 不想弄得这么黑不辣鸡鸡的 走吧 全年羊駝大概喂 大概喂这么多 然后喂的时候呢 要这样就是把它曲起来 行 弄紧实一点 那它会有口水流到我 对不对 那我害怕 然后那个小羊鸵 baby羊鸵大概就是 这么多 就一点点 好 我们先去试一下 对就只能喂这么多 它是成年羊鸵吧 它应该是壮年了 它应该是挺成年的 宝贝 你可真糟 嗨 你看它的耳朵 别叫现在 你看它的耳朵是枝楞的 嗨 我认 它会啃我吗 会来吧 上 嗨 嗨 这个触感好 快快快去 快去 你饿着人家了 哎呀呀呀呀 他这个舌头 是稻刺吗 不计刀菜 它全都个客人 这个速度 快来快来 他只要吃这么多 真的吗 嗯 不能再喂它了 因为 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喂 嗨 你去那边喂别的了 等会儿 嗨 嗨 为什么它被孤立起来 就它一个人在这儿 为什么 为什么你被孤立起来了 哎呀你的眼睛挡得真可奈 我再多喂你一点吧 来 再喂你 你要不要试试 我行 来你帮我拿着 我来 你你别紧张 然后你在手别躲 一躲的东西吃了全掉了 我害怕怎么办 不用 它不会咬你的 我已经试验过了 来来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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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妈妈 你把手伸进去就让它舔 哎呀 它舔的是不是特别快 它好快呀 它舔的是不是特别快 你就手伸过去 低一点让它是一个舒服的自食吃 对对对对 你不用怕它不会咬你的 伸过去伸到里面去 从从第二个阁 下面那个阁 对对对对 伸给它伸给它 让它 它够不着它就要使劲舔 对对对对 就安所以 都很不可爱 它就要笑了 一ог如说 你看看 这首夏 Vergard真是笑脸 哎呀你的睫毛好长啊 你长得好特别呀 你看她的毛 真的很像泰迪 大一上面那个太低 没准就会把你们的这个毛 凸光 体光 做成大一 那你们会自闭的 小宝贝 自从家里边养完宠物之后 真的是看不了这些小 小宠物们太可爱了 泥泞的 拍摄道路 哎呀这个脖子真长 他是最高的 他也吃的最多 哇塞你看这狗真大 拜拜了 小耳朵看见小耳朵 看见了 对 就这样 跟我们家小鲁蜜一样 嗯 拜拜 好可怜啊 都有人喂 没人喂狗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去一下 就是我平时经常去逛的一个 买家居饰品的一个地方 也推荐过好多次他们家的家居装饰物 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装饰圣诞的 一些小东西 我也给你买一个这个帽子吧 这个帽子特别顶事 我戴太丑了 你不吵 男生好多带的 我脑子太大了 走走走 拉手手 吹枪枪枪 枪枪枪枪枪 枪枪枪枪 哇这家小店看着不错诶 嗯嗯嗯嗯嗯 很售价 到了 我平时爱逛这一家店名字 就风格 哎呦冻死我了 比较简单 全是卖一些家居类型的东西 当然没有现在住的装饰屋 不应该啊 每一年都有 其实你看他这种餐厅卖的这种东西 就还挺好看的 可以挑一挑那些 他们家家具的价格也还ok 但是我其实没有在这边买过家具 这个还蛮好看的 那种叫什么粘毛 羊粘毛吗 还什么的 好圣诞呀 这颜色还行 哎好柔软 嗯 那咱们家猫 会不会跟仿戴上上 肯定会的 这个很好看 我看多少钱 我看多少钱 你猜多少钱 我摸一下质感 100以内 70 70 你看 我聪明吗 说啥呀 渣死了 这要不是在这个店里连70都不值 你懂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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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时不是跟大家推荐过那种四肩炮吗 床上用品吗 这不在这家店吗 你看看他长得有多矮 他那个大衣都快脱了地了 推了 啥话话呢 我啥也没说 你说我啥话话 啥也没说 这个耳塞送给你 你可以借在袋上 大哥咱不是挑圣诞的东西吗 这没有咱就撤退 不不不 换一家店 我现在看点别的东西 你还有啥可看的呀 你这 看人 你这大脑子跟粽子似的 你说什么 这脑子跟粽子似的 真的吗 真的 你感觉 不可爱吗 你快点走吧 这个好秋啊 琥珀的感觉 跟我上次做的指甲很像 什么味道啊 挺好看的 是不是 那种大的走廊的那种边角处 哎呀 你看你这个眼上的这个 有没有人知道眼上的又怎么回事啊 哎呀 别摸了 这叫什么来着 这叫提眼还是试着 哎呀 太可怜了宝宝 哈喽 今天按理说应该是第三天的Vlog行程 但是差不多要跟大家打个招呼结束了 因为其实我今天在外边有拍了五十多个视频的片段 结果我给用错储存卡了 然后就五十多个片段都用不了就作废了 所以呢 就想着 就这样结束了 也没有必要在明星天重新补录一遍我今天发生了什么 因为那样的话就不够真实了 就有眼的成分了 就本身Vlog就是记录我生活的片段嘛 当下的真实的感受 所以差不多这一期视频就结束了 不知道你们看的开不开心 然后我们就下一期视频见吧 下一期我们这晚上12点了 然后明天8点钟还要起床 然后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